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看一下H1B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H1B原来说要改革 是吧 那是今年要改 那么后来因为政府关门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今年有可能会和去年一样 也可能会有些变化 原来说要改革有哪几点要改的呢 大家可能知道 一个是说抽签顺序要改 如果你有advanced degree 然后可以先抽一回 如果没抽到再和其他的众生一起抽一回 可以增加机会 另外呢是说雇主需要先和移民局注册 这一点呢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还没有具体消息 所以今年能不能实行还不确定 是吧 还要看川普怎么做 那么为什么原来要有这个注册呢 那么移民局的角度来说呢 他希望有更多的大一些的正规的公司 而不是有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ICC啊 什么consulting的这样的公司 或者一些别的 这个用各种手段来占据这样的名额 另外呢 同一个雇主呢 要为申请人提交不止一份申请 这个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你两家或者三家雇主 都为你一个受益人来提交H1B申请 这个是可以的 总结一下 就是关于H1B吧 如果两点 一个是时间线 那么时间上呢 大家知道4月开始抽签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开始准备 找到一个雇主 同意支持你的H1B 是吧 或者你明年毕业 那么时间也是类似的 那么接着呢 你先要向劳工部申请LCA 这一步可能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所以呢 LCA我们建议在2月或者3月申请上去 同时你把H1B的材料准备好 等到4月就可以提交 改革呢 原来是说要改成先抽签 抽到了以后 你再交全部材料 干扰病 现在到底是否实施 什么时候实施 还没有下 这是从时间上来说 那么从工作上来说 内涵上说 我怎么样才能增加 我H1B抽到的几率呀 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增加 H1B成功的几率 大家知道 有的时候你抽签拿到了 但也不一定就能够批准 是吧 批准率呢 现在比方要降低一些 那怎么样才能够批准呢 这个从我们的建议上来说嘛 那么你知道H1B有一个 privading wage的要求 是吧 那你雇主呢 很多时候 尤其是一些小公司 对吧 他这个疑虑呢 也就是说不一定愿意付 这样的privading wage 你怎么样说服雇主呢 有的说 我让雇主少付一些 说我做三十 就按三十小时来算 实际我干四十小时 行不行 那这当然不行 这是违反法律的 对吧 那不好 但是呢 如果你按照夫探 说我四十小时 雇主付给我钱 但是我实际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吧 这一点 那么从我们自己 也是这样有的雇主 我们也支持过雇员的工作签证 支持过绿卡申请 对吧 那从另一方面的 换位思考的考虑呢 雇主讲说如果你能够 有更多的production contribution 对吧 他们就会更愿意来 支持你的H1B和绿卡的申请 所以这一点呢 关键是在人为 还有同学问到呢 关于申请H1B的时候 出入美国的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 申请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离境啊 能不能回中国啊 限制 这很简单 就看你的i20 是否还有效 你是否还是学生身份 如果说我毕业了 我还在OPT期间 OPT还没有过期 你回中国 然后呢 如果IF签证还有效 可以用这个 有效的签证回来 如果签证 护照上的签证 已经过期了呢 你可以签 签新的签证 然后回来 如果你的OPT 已经过期了呢 那你就不要折腾了 你就在美国等着 是吧 等到H1B批了 将换成H1B身份 然后再离开 可能说到申请H1B的时候的难点 常见的误区是什么 难点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 有的是说 这个Specialty Job 移民局会说 你这个工作呀 不需要本科以上的专业人士来做 那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销售的工作 如果说这样 你不好说 就一定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或者呢 如果是出纳 是吧 这个Bookkeeper这样的这个会计助理 也有可能不行 那么什么样的工作 你才好得到批准呢 当然一方面 这个Title是吧 也很重要 Job Title 你如果说高一些 就容易批 当然高一些相应的呢 股主要付的钱也就多一些 就回到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这方面的问题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 你这个Job Description 对这个工作的描述也很重要 如果这姐说 我就是做General Administrative Work 太简单了不行 你要讲到 这个工作 需要有一些专业知识 经验 能力 需要本科以上的学位 这个呢 可能是H1B 目前申请的难点 以前有关于Level 1位置啊 等等 但是目前看来 最重要 最需要重视的一点呢 就还是这个工作 需要证明 叫Specialty Job 对有人来说 这简直是一目了然的 这肯定是专业工作啊 那这个和 比如说停车场 收钱的工作不一样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讲出来 你要描述说 我这个工作 为什么需要本科以上的学历 要符合 要按照这个移民局接受的办法来讲 还有说于 关于J1豁免 H1B 抽签 绿卡牌期 绿卡牌期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要更多的信息 J1豁免呢 我们有单独的视频 简单来说呢 对于绝大多数 持J1签证的人呢 都是可以拿到后面的 如果你现在没有拿J1签证 这个对你也有用 为什么呢 万一毕业了 H1B签证没有拿到 怎么办呢 一个alternative 你也可以考虑准成J1身份 并不是说就那么不好 转成J签证也有优点 比如说J签证的配偶拿J2 也可以有ead工作 然后对于有的人拿J签证可以少交税 对于如果你已经来美国若干年了 大概这一点不适用于你 但是呢 J签证允许你在美国工作 你在这期间 过后呢 办了J1豁免 还可以再转别的签证 还可以再办绿卡 然后任何签证身份的人呢 都能申请140 不是说你拿J签证 或者F签证 就不能申请140了 不能办Perm 或者EB1IIW了 不是这样的 这些都不影响 只有到485阶段 才会有更多限制 关于学术签 只有三个字 这个我想的可能大家意思是说 在有的一些 如果你在大学 或者研究机构工作 那么可以不用受到名额的限制 如果毕业了 我要找工作 是吧 找到一个公司的工作 很好 高薪 但是需要签签 那么有这样的风险 那么作为Alternative 如果我在UVA工作 是吧 做博士后 或者做研究工作 那么我有可能呢 就不用这个签签 别的有的人问到呢 说如果是文科背景 访问学者 如何能够取得绿卡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理工科的 工程啊 数学啊 生物啊 物理啊 等等像这样的 我们也有的客户是社会学的 心理学的 经济学的啊 或者是别的 我们也有艺术类的 有棋手 有画家啊 然后有影视特效的化妆师 有建筑设计师 有展会设计师 这些人申请也都得到了批准 那么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不在于你去学什么专业的 是要证明你在这个专业 处于顶尖位置 做得比别人要好 那当然你要有客观证据 不能自己说 我觉得我很好 那你要有 比如媒体报道 或者是发表的论文 或者是获奖等等 这个证明你的工作很好 通过灰音关系申请绿卡 提交I-130以后 要做哪些工作 那么你提交了I-130以后呢 那你要看 如果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可以同时就交485 不用排期 如果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呢 那你要等待排期到 怎么交485 在此期间还需要单独在美国保持合法身份 你需要有F签证 H签证等等别的 等到排期到了 你可以交485 拿到旅客 针对STEM研究生新政策动向 以及计算机专业就业前景分析 计算机专业就业前景分析呢 这个恐怕要有其他的 比如学校 career office 会有更好的这个建议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总体来说嘛 计算机专业还是不错的 有很多工作机会 那么STEM专业呢 有这个优势 因为OPT可以延期啊 这个时间有更长 这样有更多H1B抽签的机会 如果你是科研人员 除了H1B 还有O1申请的机会 关于O1呢 我刚才讲到的不多 但是呢 总体来说吧 如果一个人符合NIW的要求 一般来说 也就符合O1 当然O1要有些审稿 如果是科研人员 比工类的 另外呢 我们也为一些艺术类的申请人 比如说有歌唱家 模特 选美比赛得奖的人 去得了O1的批准 现在H1B形势如何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呢 那么去年的H1B 大家知道要抽签 有的时候批准呢 原来要批准率降低了一些 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尘埃落定 因为政府关门很长时间 造成呢 H1B改革 现在还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 但是呢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呢 我们会及时通知大家 这是大家提前提到的一些 有九个问题 大家一一解答了一下 那么在座的同学们 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因为有的你说到的呢 可能其他人也会感兴趣 所以我们可以先统一回答一下 就是你一直提到有排期 就是排期究竟是具体是什么概念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的网站啊 我们的文章视频上都有 排期具体的概念就是说 你申请批准了 移民局认为你有资格拿到绿卡 但是对不起 你现在还不能拿到绿卡 为什么呢 因为申请人多 你要按照先来后到论资排位 等待 那么绿卡申请分成两步 140步骤批准了呢 就是说你有资格拿到绿卡 应该说是关键 批了以后呢 你早晚都拿到绿卡 但是多早多晚呢 要看排期 因为已经有人排在你前面 他们申请的时间比你早 所以呢 那你要等到这个排期排档的时间才行 排期要看有两个日期 一个是你自己的日期 另一个呢 是就像高考啊 一个是分数线 一个是你自己的分数 对吧 我自己的日期呢 是你140提交的日期 如果是Perm呢 是Perm提交的日期 或者是NIWEB1呢 就是这个你的申请提交的日期 那我现在想申请了 我不能第二天就交 我要材料齐了才行 所以一般还要两个月 或者更长时间准备材料 收集 那等到材料交上去 你会有一个收据 上面有你的印的 你的Priority Date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日期 相当于你高考的分数 那么排期公布的呢 相当于分数线 排期到了2017年2月8号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的EB1140的申请 是在那个日期以前提交的 你现在排期到了呢 就可以交485 交485的什么优点呢 你不用别的签证 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配偶也可以这样 可以有EAD工作 可以有Advance Pro旅行等等 可以看我们国一485的更多信息 那么排期到了 你能交485 交485以后呢 再批准了 你就拿到绿卡 这是对于在美国的人 对于在美国以外的呢 排期到了 你可以办移民签证 拿到移民签证以后 登陆美国 领取绿卡 就像在中国办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也不一样 类似的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吗 你好 你说 我小过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那个 假设你485 要是没拿到 然后你提交485 这个大概有一些 大提 那有些什么 要求 好的 好的 假设是 比如是 18年6月 1月1号左右的这种 PT PT吧 哪一个类别 1万円 大概什么时候能排到 大概还有过多 要一年多吧 那么简单说一下 先第二个问题 比较简单 现在大家知道 排期到2017年2月 那么什么时候 能排到2018年6月呢 这个排期前进呢 不一定完全是一个平滑的线性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跳跃 但是呢 根据目前看来 是吧 这个总体申请人的情况 我们估计还要至少一年左右 这个是等待时间 那么排期到了 我要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 如果你在美国 可以交485 交485要什么呢 首先你要证明你是你自己 是吧 要有出生公证 护照 等等这些 然后要照片 然后要体检 但是体检呢 你也可以过后再做 然后别的呢 除了我自己 还有配偶要申请啊 那你要证明夫妻关系 要有结婚的证明 然后共同生活的一些证明 比如共同的住址啊 账户啊 保险啊 像这些 那么基本就是这些 485 这一步为什么主要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背景调查 目标要证明这个人 他要取得绿卡了 美国政府需要确定 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过去严重违反移民法的记录 不是间谍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比如包括严重的传染疾病等等 像这些 这个呢 看起来比较boring 但是呢 这一步要有 所以基本就相当于一个背景调查 你可以理解 如果转程向学校申请呢 这个140阶段呢 就是你大学这个申请超过了分数线啊 已经可以被录取 调党 然后接着呢 那么485呢 就是说还要审查啊 这个人没有过受严重处分 犯罪记录啊 政治这个正式合格 像这些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比如现在排期已到2017年2月 然后如果要排到2018年6月的话 会超过一年04月吗 像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那么这个排期不是线性的 这个不好 不好精确的预测啊 因为这样由政府的决定 所以我们只能说呢 这个有可能要一年 我估计吧 短则可能将近一年长 可能一年半吧 大概这么一个阶段 可以交485 那么你可以相应的来计划一下 另外呢 你知道排期到了 你就可以交485 或者有时候又排期到退 但是呢不是说排期到了 你的申请一定就会批准 对吧 这1485一样呢 有case by case 有一个运气因素 有的人运气好 几个月就批了 有的人可能一年才批准 所以呢 这个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谢仲秋博士来了吗 对对 你好 谢仲秋博士是我们前一段的 因为这个客户批准的 谢谢啊 然后这个刚参加别的活动 来到这里 他是他是UA的访问学者 是吧 我不是访问 现在是正式的科研人员 不是 我是以前2011的 对啊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也许 这是我们前一段批准的客户 已经拿到绿卡了 是吧 对 2017年了 是的 对对对 就是说在UA这里做科研工作 如果你有相应的问题 也可以和他讨论一下 也许可以share一些经历 谢谢你来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在UA的一位客户 我当的时候很幸运 我是2017年3月份地久的 哦 第9月份 然后是10月份的 对对 还比较lucky 就是说动手比较早 那个时候如果如果要等到现在呢 就还有排期什么的 我拿到一半就行 是 6月到10月 对对对 对对 现在要短一些 就是要好一些 后来有一段时间排期就没有了 但是从从这一个财政年度是吧 大家知道2018年10月开始才全年都有排期的这个情况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有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说 当你提交H1B申请的时候 你的这个护照的那个 应该在至少多少院医生 理论上说只要有效就可以 你交了以后 然后再 再延护照就是 再说你 排期 你现在如果 估计反正要一段时间以后排到 那你护照也可以提前 任用一下 或者是H1B申请 是 H1B申请 一样的就是H1B申请 你只要护照还有效应当就可以 如果你在国际旅行的时候 对护照有效期有的地方要求更多一些 但是在境内申请的时候 只要你护照还有效 一般来说不影响H1B的批准 您那个统计数据里面那些平均数 那些sification 还有那个时间 是综合了所有的 所有的文科 理科 所有的科目吗 对 good question 对 是的 所以这一点呢 比如说我是学生物专业的 那么可能发表文章会容易一点 如果我是数学专业的 或者经济学专业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我这个文章啊 引用数字就要少一些 是吧 那么这个 像我们这些social science的 这些有相应的数字吗 可以参考的吗 有 我们没有这样直接的这个 这个是根据2017年和18年 批准的几百个这样的case 我们做的统计 那么对于分专业的呢 那明显我们没有每一个专业都做统计 但是呢 我们批准的案例在我们的网站上有 网站上可以看到呢 这个申请人 他是什么身份 然后他是哪一个专业的申请 哪一年哪一个月提交的 什么时候得到批准 NSC还是TSC 他个人有多少文章 引用审稿都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拿来和你自己对比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的内容也会定期更新 但是明显的不可能天天都更新 然后我们有更up to date的这个信息 你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也可以发给你相关的材料 另外对个人来说呢 有的人比如说我有获奖啊 我有research funding啊 我有媒体报道啊 那这些也会综合考虑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提供免费的评估 看每一个人具体的情况 像我们刚刚说到呢数字需要有 但数字不是一切对吧 还要看个人的具体的这个信息这个情况 然后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单独来讨论 好谢谢大家